字幕開啟 MING PAO 大家好 我是淡淡 歡迎收看今天Shadowverse的新卡點評時間 那終於來到了這個 即將要來到一個新的版本了啦 也推出了蠻多張新卡的 那最近也算是忙了告一個段落了 所以呢開始有一些新卡情報 我們會瘋狂的釋出 瘋狂的開炸瘋狂的做影片了好不好 好啦 那首先我們看到的第一張是主教的職業紅卡 結盟的罪人艾露拉戴 666的體質進化688 陸場取破兩個敵方從這兩段中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自己回合結束時如果自己戰場上有消費為6以上的卡片 或者是巴鈺卡則會回復自己的主戰者生命值2點 並且抽取一張卡牌的效果 那主戰者無法重複疊加此效果 6費直接炸兩張 還不錯 樸石無花 然後會給主戰者效果 如果場上有這個6費以上的卡片的話會抽一 那如果有巴鈺卡的話也會抽一 然後補兩滴 我覺得以這個能力來說挺強的 就是回合結束會補血 然後是補兩滴 然後還會抽牌 所以會幫你做一個還不錯的綠牌 然後6費本身就炸兩張 還可以666的體質也還行 666正面體質 然後炸兩張拿一個主戰者效果 還不錯 但就是早期抽上來 如果你的手牌節奏不好 會因為他卡牌的話會罵一聲幹 但就是樸石無花的強力單卡 我在想4分吧 就好像沒什麼好評的 樸石無花且枯燥 強力單卡 但會不會進購組可能要看到時候主教的就是玩法的體系來做決定 好不好 好 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主教的直接金卡 四約幹部 755的體質進化 717 即回合中每當自己的主戰者回復生命值時 使自己手牌中的這張卡消費-1 那本身自帶一個守護 那本身自帶一個守護 回合中每當主戰者回生命值時 使自己手牌-1 回復生命-1 回復生命-1 所以就是你有補血會減移費 減費的單卡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以前的減費單卡要嘛本身有吉祠 要嘛本身會搭配吉祠 像以前的什麼迎賓司祭 然後有三倍的法術給吉祠 不然這種單純的守護其實沒有很強 因為你看像上一次的可能是希羅 希羅的話任務也蠻好解的 就是盾 然後死掉 然後會減費 然後本身還有一個掃場能力 那這張四月幹部都沒有 然後補血的話並不是一個這麼好解的任務 因為你在前期還沒有扣到血的情況下 你不太會去打補血牌 那有的人會說可能就是要搭配剛剛那個六費的紅卡 可是六費紅卡你說真的 即使你真的一直補好了 我覺得你了不起七費可能都不一定會排出來 就假設前期沒有上手 在二三費真的開始補血的時候前期沒上手 七費可能都不一定會排出來 可能要八費拍 那八費拍給你算一個055守護好了 055守護 嘖 我覺得挺為妙的 我自己不太看好這張牌 就唯一覺得他的點就只有在他是八鈺 所以他可以搭配剛剛的主教紅卡去做補血的抽牌 除此之外我並不太看好他本身的卡片能力 我覺得看到之後夠足嘛 高機率踢夠足 一開始可能會選放 然後後來可能高機率會踢夠足 就跟希羅有一點點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自己給兩分 當然055盾有時候很煩啊 但我自己覺得最後最後的最終版本的牌可能會踢夠足 兩分 好 下一張是這個 巫師的職業紅卡 迫失執行者沙摩爾 十二四六的體質進化六八 魔力增幅消費減一 那本身自帶吉池必殺守護 樸實無華且枯燥 一個這個吉池守護 欸到 我看網路上評價有的法品很爛 就說他要十二費成降下來 可是他的 強者詞最有 就是那個吉池 而且他還有必殺守護 我的想法是他有沒有機會在 就如果你前面有抽到的話 有可能在9月那一波跟9月一起下來 感覺還不錯 在9月那一波跟9月一起下來 因為9月那一波9月會回4pp 所以表示說 你的這個執行者這張牌 並不需要降到0費就可以下來 像以前的 就上一版的9月就是 還沒轉生前的9月 那時候打935是 你要9月降到0費之後 或是9月6費 然後 對9月6費 然後搭配一個0費935 才可以這樣下來 可是現在的其實不用 現在的9月會回PP的 所以 欸到 我在想他可能不太需要 就是降到底再出來 有可能降到5 或6就可以下來 就假設你7費月 那其實你6就下得來 當然能越低越好 所以 我覺得他在怨那一波下來 給的壓力應該蠻大的 而且 怨那一波會少場 可能少5或6 少5或6 對不對 那再搭配一個4攻打頭 其實對面就半血走掉了 然後你下來 真的還有一個斬殺方法 再把他斬掉就好了 不知道欸 我覺得還是會帶吧 就有很爛嗎 就菩斯烏花血枯燥 就只是可能他加了3費 大家覺得多了3費 比較麻煩嗎 不知道 我覺得9月那一波下來還是行的 或者是9月的下一波下來敲頭 可能下個兩張到三張 三張可能太過了 可能兩張吧 兩張下來敲頭 然後再搭一個什麼傷害 帶走 也是有機會的 可能9月的下一波 兩張這個再搭配一張烏拉諾斯斬 有沒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 到時候測試看看 我自己是覺得是強的啦 4分 4.5分 4分吧 4分 有點太樸實無華了 4分 好下一張是烏斯的職業金卡 藝術看守 757的體質進化779 本身自帶一個守護 陸場局給予敵方的從者全體 5點的傷害 使自己在海上蓄積加5 發動5次的魔力征服 我自己覺得有點意義不明的卡 第一個757守護 然後陸場局少5 然後蓄積加5 幫圖法硬扛一陣吧 硬托一陣 因為下版本圖法可能會走得慢一點 因為卓爵契約者退了 然後 對我在想 如果圖法沒辦法走那麼快的話 需要走一個中速比較偏控的話 這張或許可以去幫助你進行一個 拖延一個回合的狀況 然後 發動5次魔力征服 這個魔力征服 我看在充能法那邊一定不會帶 七倍太爛了 對 點就是在這張在圖法那邊 可能圖法之後會帶一些充能的東西嗎 然後來跟他做一個搭配 就算沒有他充能的東西 我覺得他唯一的點 可能就是在真的圖法走了一個比較慢的情況下 這張去做一個控場 有機會做使用 但我並不看好他的發揮 對 我並不看好 可能真的要有一個新的圖法體系出來 不然我應該是不太看好這張牌 好 下一張牌是龍族的職業紅卡 靜牙執行者 躲獵 滋爾 對吧 那是滋吧 滋藍粉的滋 是嗎 好不管 你們知道 你們再告訴我 七五八體質進化七七十 機咒一抽一張牌 然後本身自帶一個守護 然後跟無法被能力破壞 入場取給予敵方從者全體減5減5的效果 並且會回復自己的主戰者生命5點 呃 一費的智慧之光 然後七五八入場 減5減5 然後回5滴 然後本身又有一個無法被能力破壞的守護 我覺得沒有很爛阿 我覺得沒有很爛阿 他最差最差也是一個機咒一 我怎麼覺得沒有很爛阿 以龍族有可能費用不會打滿情況下 有可能會少一費的情況下 你真的不太想要用到他就把機咒一掉 好像也還好 然後換個牌 我怎麼覺得還行阿 沒有很爛阿 沒有很爛阿 而且他不像左一會塞回去 左一有時候塞回去又不小心把他抽上來就很幹 可是這個就是機咒一把智慧之光抽掉 我覺得沒有很爛阿 然後他本身七五八滿扛的 因為龍族七費 以前最強的回合可能是暴力龍人再加羅文 對啊 可是現在七費像氣牌龍的七費就有點爛 就是沒有這麼強阿 然後跳廢龍七費 好像好像沒有跳廢龍 哈哈 那之後如果有跳廢龍 我是覺得沒有很爛阿 他有補五滴 然後守護又很 又是一個很強的守護 然後還有一個掃場 我怎麼覺得就是浦石烏花一個強力單卡阿 但是會不會進購族可能就是要看到時候 龍族套牌的向性阿 我是覺得沒有到很爛阿 我看很多人說他來還債的 我自己覺得還好阿 我不知道欸 你們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自己覺得還好 因為他機咒一 最差最差就是把他抽掉 那他又不會塞回去 所以不會卡 對阿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還行阿 我自己覺得還行 沒有很爛 四分 我自己覺得這真的還行 下一張是 鋼爪 看守 這個 002的體質 進化024 入場取暴人強化5 獲得加3加3於守護的效果 然後會抽三張牌 所以五費的話是 五三五守護 抽三張 還不錯 然後進化死會給予敵方的重者與這個重者的攻擊力等量的傷害 所以 如果是0費進化的話就是打2 那如果是暴能5進化就會是打5 恩 感覺還行阿 而且感覺他實質上是一個5費牌 我覺得他實質上是一個5費牌 就是 對啊 一個 他實質上就是一個5費牌 5費抽三張 如果 這個氣牌龍我看是不會帶啦 但如果是 如果是那個 真的有跳廢龍回來 缺抽牌的話 這張牌可能會進 535守護沒有很爛 5費正牌 在你沒有跳廢 5分正牌還行 然後還抽三張 他進化能力我覺得就先看看阿 當然他進化可以做到雙解 還可以 我覺得不差 我認真覺得不差欸 我覺得 還行阿 3分吧 選放牌 不差 總要是那抽三張阿 很補阿 很讚阿 你看之前跳廢龍 就是上一版還上上一版的跳廢龍 連那個中立的 那個 5費抽三 然後進化會減費的那張都帶了 就是抽三很重要 有時候龍真的會缺牌 阿當然氣牌龍例外啦 氣牌龍那個有點奇怪了 可是下一版本氣牌龍會退掉一些氣牌的東西 氣牌龍還能不能那麼強是一個位之數 那如果氣牌體系不夠強 要轉回跳廢體系的話 要轉回跳廢體系的話 又要看跳廢 又要看有沒有給跳廢 又要看有沒有給跳廢 我可能是未來戰士 我給個三分 欸我給個三分 嘿 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卡點評 那之後也會繼續把後續的新卡點評全部講完 有興趣的記得Follow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新卡點評再見囉 掰掰